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布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讲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信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上这课咱们用读写的方式写了一个简单的留言板 对吧 那这个简单的留言板会不会发生问题呢 会不会发生问题呢 不会发生问题 如果就我一个用户操作 那问题基本上不会不会发生 对吧 咱如果一个项目如果一带上线的话 如果用户量大的问题的时候 多的时候就会发生问题 问题在哪呢 就是比如说我这个一上线 假如说有一个用户来访问 当然如果有一个一个一的用户访问的话 那咱们量就很大了 假设有这么多访问 一的用户都在留言 对吧 那就会赶上同一时间再访问同一个问题 有没有这种可能 对吧 所以不管是文件的操作还是数据库的操作 都会出现这种拥堵的现象 对吧 拥堵的现象 那就会造成什么文件读写不一致的情况 什么叫文件读写不一致呢 比如说两个用户同一操作 我在我文件里写的时候 比如说一句话 比如说他有100个字 对不对 我才写进去10个字的时候 你这边就开始读了 对吧 那有可能读的内容不全 对吧 那如果两个人同时写 我再写10个字 你再写10个字 谁先来谁后来 会不会写出混乱呢 一个正常文本 把两个文法或者三个文本 三个人写的合同一起去 是不是就混乱呢 有可能你说一个字 我这个字又进去了 你说一个字又进去了 那最后形成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一句话 对吧 那大家如果害不太理解的话 说一个比较恶心的例子 对不对 比如说你去过商场之类的 对不对 比如说比较大的商场 比如搞活动人比较多 比如说去卫生间 是有排队的现象 那假如说公用卫生就你一个人用 对吧 不锁门是不是都没关系 门去对不对 就是私人的卫生间 如果很多人公用一个卫生间 对不对 如果你进去之后 不锁门 是不是 你在里边执行的时候 是不是有可能别人就把门打开 打扰你的执行 对吧 那这种就是有问题发生了 对不对 所以一般的像卫生间 WC都有一个机制就是什么 进去之后把锁锁上 对吧 这样的话你在里边执行多少时间 外边只有等待的份 对不对 只有你出来 你就是释放这个锁 这别人才可以进来 对吧 对于一个文件来说也是一样的 来画图 看一下 这是一个文件的内容 对不对 假如说有很多人很多人都想操作它 是不是 对吧 怎么办 就得有先来后到 对 如果你进来操作的同时 往里写入的时候 对不对 这个人他也有权限进来 对吧 那你想象一下 是不是你写的一句话 他是不是也写了一句话 内容是不是就乱了 或者是这个人过来读的 你没能写完 这个人就读过来了 对不对 因为速度是毫秒级的非常的快 对不对 这都会出现问题 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什么呢 就是 这是一个文件 对不对 对 你先来的 对不对 打开这文件 刚打开那文件 在操作之前 就把这个文件怎么办 上个锁 看到了吗 然后呢 别人在这个时候 上锁的时候 你再写的过来 虽然是毫秒级的 别人再过来一看 锁着那是不是进不来 他就坐着在这等 对不对 然后你写完了之后 对吧 是不是出来 出来之后把锁怎么办 你释放 这锁是不是就打开了 然后别人是不是再进来 别人进来的时候也锁 就跟每个人那道理 是一种一样的 然后这样呢 是能保证这个文件的内容的安全性 对不对 那写的时候只有你一个人写 别人写不了 是不是内容不会混乱 读的时候你进来 你在写的时候锁上了 别人读的时候也读不了 对不对 所以不光是文件有这样的锁的机制 什么呢 像多线程有锁的机制 像数据库 也有锁的机制 经常都听说什么大的外部设计 经常什么死锁现象 对不对 都会经常发生 其实道理都差不多了 就是因为多个人访问 对吧 有锁的机制 对吧 所以会有阻塞 比如说两个人 同时在这等待 或者多个人被锁了多次 有可能被什么阻塞在这 对吧 有的时候会出现死锁现象等等 都会发生 但是咱们尽量 如果你的系统仿量比较大的话 尽量用锁的机制 让它这一颗内容介绍的就是锁机制 什么锁机制呢 看一下 在咱们系统里边 P2P函数里边 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函数 什么呢 对 log是不是锁 F是不是文件呢 文件锁 轻便的咨询文件锁定 对不对 这个函数呢 有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什么呀 就是文件指针 这边文件的资源 F5本打开的那个资源 对吧 所以这一种锁 那只能针对文件资源的 接受吧 或者前面咱们做过个例子 还记得 这个留言板的例子 对不对 你看读取的时候 我用的这个方式 这里边读消息的时候 有文件资源吗 有文件资源吗 对 没有文件资源 在这块我们就上不了锁 听懂吧 所以呢 我们就需要改造这个程序 把这个读的方式 改成什么 带锁的方式 听懂吧 带解锁的方式 才可 就是带那个文件指针 文件资源的方式 我们才能加锁 对吧 上面这种有没有文件指针呢 FP是文件指针 这是可以的 对不对 那能了解一下这个锁 看一下 有哪些呢 这是第一个 必须是文件指针对不对 就文件资源对不对 第二个 什么呢 就是选项 什么选项呢 就是下边中的一个值 或者组合的值 哪些值呢 比如说 这个如果在这个参数里边 设定这个值 这是什么 读取程序的时候的锁 就是你读程序用这个锁 会有啊的模式吗 用这个去锁 听懂吧 就是读锁这个 也就是共享锁定 这个是独占锁定 也就是写程序的时候 用这个锁 对不对 不是读写用同样的锁 它不是对不对 但是不管用哪种锁 那锁你在这里边读完了 或者写完了对不对 是不是得把这个锁给释放掉 释放是用相同的 也就是不管是哪把锁 钥匙是相同的 所以呢 如果释放的时候锁是用flog 释放也是flog 只是选项不放入这个 听懂吧 那下边这个呢 什么呢 是防止锁堵塞的时候 锁定是堵塞的时候 可以在锁的时候 加上这个附加的资源 听懂吧 那一会咱们得把它加上去试试啊 如果成功反复针 失败就反复针 对吧 那咱们看一下怎么锁呢 咱们先来看一下 先把这个 既然是写这块 咱们可以锁定 对不对 那我们在这块来试一下 再打开文件资源 对不对 关闭文件资源 中间是不操作啊 对不对 在中间操作之前 我在写路出去之前 我是不是先把门锁上了 对吧 上尾时间 卫生间执行之前 先把门锁上 对不对 那锁上怎么锁呢 使用flog 使用这个锁 锁成功了 我说是不是反复针 失败是反复针 对不对 达了块fp 对吧 所以我这块加个地图字 如果这块可能锁定成功了 否则如果锁失败了 我这就输出 怎么 写入锁定 失败 可以吧 是不是做一个提示啊 对不对 然后在这块锁 我这块加锁了吗 还没加 对不对 那你这块是写锁 刚才能说了写入的锁用哪个 第二个 对 是不是用这个 log dx 对不对 log 下方线 这个是一个常量 直接写在这就可以了 看到了 这就是什么图 这就是要写入的时候 做 加上就把锁定在 然后开始写 写完之后你得怎么办 你是给释放了 对不对 那释放怎么释放了 还是有flog 对吧 dx 但是我这块lc 下方线 对 un 这叫做什么 锁 对 什么释放锁 对不对 读和写都是这个释放吧 同样 写入的锁 我们就写完了 只要加上这几行 人多操作的时候 就是再写入文件 这些新加锁了 写完之后释放 这比刚才多了一个环节 对不对 读取的时候 我们这个方法 是不是也得改 改成什么呢 你看 就得f open 对吧 这块 达出fp等于 文件名 然后以读的方式打开 是不是就文件指质了 对不对 然后使用 wil循环 碳号 fdof 直接到文件结尾 是不是都读取 读取内容 使用达出mdss dr等于 我是循环读取 对不对 f read 就不一次性圈读出来了 但一次性圈读出来 也可以 对不对 我循环的读通过 fp指针里边 每次读1024 读1k 对不对 循环的读 能不能把所有的都读出来 能 放到 $mdss 这个消息变量里面 对吧 然后最后我们在干嘛 fcrose 有锁一定要 是不是把这个锁给关掉 不是 这不是锁把这个资源给关掉 对不对 这几条语句和这条语句是不是有意思 对吧 我们这块现在就有什么了 是不是 有资源了 有资源我们就可以 我就不判断了 frock就可以加读取语所了 对不对 $fp 那读取所长什么样呢 是不是sh 对不对 这块 rock 销线sh 对吧 这样的话就是 在读之前 我先把它锁上 对不对 那显示的时候 我们就到这就解锁就行了 对吧 这文件内容是不是就已经多了 对不对 在这会儿 frock 什么呢 当时吧 fp rock 消息 un 对 这是读所 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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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定 读所定 这话怎么办 也是一个释放锁 对吧 这样的一过程 这样的话 读的时候 别人识别不能参与 对不对 对 那如果发生锁堵赦 就多个人在这块儿 堵赛了 对不对 就锁定多一次怎么办 回来防止这种 堵赛的方式 我们需要使用 NB这个对吧 如果你不希望锁定在锁定时不在 对不对 你给加附加锁 怎么加附加锁 既然是附加锁 我们在每个锁定的时候 就只要加上什么 ROCP下方线NB就行了 就这样就加上附加锁 释放的时候要加ROCP下方线NB 这样相当于优化了一下 对吧 这块可以 上面这块是不是也可以 加上ROCP ROCP下方线NB 对吧 加上ROCP下方线NB 是不是就行了 那我们试一下 常续效果跟原来的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对不对 只是在丢人访问的时候 有这种锁定机制了 就不会出现异常了 那我们来去这 Locos MES MESSAG 你看 是不是跟原来的样子是一样的 对吧 Hello Word Hello Word Hello 在这些时间说Word Hello Word 是不是就有了 显示形容跟刚才讲对吧 只不过咱们是丢化过的 这样的话 你放到网上多个人访问 那么问题出现的机率就非常的小了 对吧 这就是锁机制给我们带来的好处 到这里咱们 针对文件的操作 基本上的内容够大家使用了 文件和目录操作够大家使用了 在这开始 大家就 也需要学习跟文件有关的 比如说文件上传 在哪 这些还需要处理 对不对 但是文件这些内容 你也不用掌握太多 只要记住高老师讲过这些内容 基本上够你开发使用了 对吧 当然了 还需要一些细化 比如说咱写的这个语言法 主要是将算法和语法 融在一起 形成的一个小的一个应用 好 谢谢大家 咱们这节课内容就就到这里 好 再见 初学者在学习一门编程员时 总结能力非常差 胡乱学习 对学习的内容和方法 没有掌握 对行业的发展 毫无了解 对自己的未来 也很迷茫 为此 风格推出每天60秒语音 为你答疑解惑 加入风格微信公众账号 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或者搜索高乐峰兄弟脸 出来一个高大威武 有内涵的帅哥 就是我了 点击关注 我就会天天骚扰你